本影片由中文录 Chinese Arty 赞助 全世界都在学中国话 这首歌还真的预远了未来 现在中文已经变成了国际社会里最重要的语言之意了 其实啊 现在不少印尼青少年从小就开始上中文课了 但大部分的他们高中毕业之后 还是无法用中文做日常沟通 如果你有印尼的朋友 你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 所以印尼学生的中文水平到底好不好 在我手上是三份来自印尼不同学校的中文考卷 小学、初中、高中各有一份 今天我们来看看 印尼学生在学校的中文课里面都在学什么 这些考题相当于你们国家几年级学生的中文水平呢 待会儿欢迎你们在下方留言分享 但为了不要让这个影片变成像Avengers那么长的电影 每份考卷我就会抽大概5到10个题目来进行分析 好 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开始吧 我们要看的第一份考卷是 雅加达某间小学的五年级中文期末考考卷 校名的部分我这边就打了马赛课 因为我不想被告 据说这间学生是很重视中文教育的 所以他们的考题应该不会过度简单 我们直接看第一个部分吧 第一个部分是听写 我们来看看他们考的哪些词语 除了聪明以外 这些词应该是SSK四集上才教的吧 所以如果我们的小学生已经知道这些词呢 好像有希望 不过这位小朋友好像不知道我忘记了怎么写 因为我很矮 所以朋友们嘲笑我 姐姐为了漂亮想戴隐形眼镜 嘲笑我记得是SSK六集才教的 然后隐形眼镜 SSK课本好像都没有教 哇 现在的印尼小学生连控制这个词也知道啊 好厉害 我以前的学生好像没有教我这个词 造句 反正 反正他不来 我们很开心 反QQ 讨厌 他很讨厌 效率高 赞 哇 印尼小学生教会读这么长的故事啊 好 这个假期 我的爸爸看到像 曾经基本知识 课程 迎书 肯定 自信 不管 满脸通红 遮住 我确定这些词语也是SSK四集上才教的 看一下问题 爸爸给我报了什么班 中级象棋班 开始时 我觉得下象棋怎么样 很简单 问题的部分 问题的部分好像没有到很难 而且都是选择题 不知道你们对这份小五的期末考考卷有什么看法呢 这样的难度在你们国家是相当于几年级学生的水平呢 作为一个念过印尼学校的人 我觉得这样的考卷在词汇量方面已经算很不错了 不过作为一名老师 我发现印尼大部分的小孩有一个共同的问题 就是他们在课堂外缺乏了练习中文的环境 很多学生开始进入新的单元之后 很快就忘记上一个单元的词汇 因为在日常生活中 他们根本没有再用这些词 所以就算这位小朋友现在能够自己看懂这整个故事的内容 过几个月后就很难说了 那如果你想让孩子在课堂外也有练习中文的机会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个很棒的学习中文平台 Chinese Arty 中文录 在Chinese Arty 你可以让小孩跟印尼本地或中国当地的老师 培养他的听、说、读、写中文的能力 我、我、有、你、这、这 非常好 Chinese Arty 的中文课程完善又弹性 你可以根据小孩的中文水平以及空闲时间 为他安排最适合他的中文课程 除此之外 Chinese Arty 的 App 也具有 AI 测试工具 可以为小孩提供完整的发音测试分析报告 让父母了解他们小孩真实的中文水平 读 读单音节字词 限时三分钟 请横向朗读 牛 快 船 球 点餐 大家热热闹闹 想了解更多的各位朋友可以点击影片说明中的连结 感谢Chinese Arty 赞助本部影片 现在我们继续看考卷 看完第一份考卷 各位可能觉得 哇 原来印尼小学的中文课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初中的中文课应该会更难吧 well that's not how it works 你们等一下会发现啊 这里的中文课程是因效而异的 有的学校很重视中文教育 所以中文课程相当比较难 不过也有的学校的中文课程 在你们看来可能简单到不行 我们接下来要看的第二份考卷是 印尼某间初中的三年级中文期末考考卷 这间初中在印尼算蛮有名的 大部分的学生在学业方面是十分的优秀 不过我听说中文不是他们的强项之一 我们来看看他们的中文考试到底如何 今天这些题特别难 老师忍太好了 连答案的拼音都打上去了 我怎么看得到啊 你快过来 这次老师提供了答案的印尼文翻译 第三题也有翻译的提示 这次老师用印尼文问问题 可能是因为怕学生看不懂 睡着是什么意思 睡着是 我们聊的是聊天 我们聊的是突然 我们聊的是帮助 我来找一找没有提示的题目 蛋糕为你 我这是买的 这是我为你买的蛋糕 17 那是漂亮 应该是那个吧 那个漂亮的新同事是谁 是我 这位同学挺幽默的 好 虽然我没有给大家看所有的题目 但剩下题目的难度跟你们刚看的都差不多 不知道你们对这份初三中文奇谋考考卷有什么看法呢 在你们的国家 这样的难度是相当于几年级学生的水平呢 我们要看的最后一份考卷是印尼摩坚高中的中文奇谋考 模拟考考卷 这间学校也是蛮重视中文教育的 据说那里的学生每个星期不但要上中文课 还要上ACSK汉语学品考试的课 所以他们的考卷应该比第二份考卷难一些 我将通过学校网站通知各位俱乐部成员 姐姐被车撞了 我马上打电话叫救护车 如果有人把背包送来 失误招邻处的工作人员会跟师主联系 我决定去中国上大学 你确定是由你决定吗 过年 以前我们买了各种鲜花摆在家里 阅读理解又是一个短文 今年我很幸运能参加 难得华裔游览 名胜建筑游艺赛开阔沿界 这些词语也是SSK4级以上才会教的 这里的所有题目也完全没有批评或其他的提示 所以很明显这份考卷比第二份考卷难很多 不过你们觉得呢 这样的难度在你们国家是相当于几年级学生的水平呢 我觉得让我惊讶的是 最后一间学校的高中考卷 跟第一间学校的小学考卷 难度上是差不多的 但我觉得第二间学校的初中考卷 我觉得有点太简单了 所以大家都应该可以看出 在印尼中文课程难不难 主要不是看学生现在上几年级 而是看他现在上哪间学校 如果希望孩子可以接触到更进阶一点的中文 那么就必须选那些比较重视中文教育的学校 除此之外 一定要鼓励他们在课堂外多多练习中文 上补习班也好 多看中文的电影或影片也好 反正要想办法让他们多多使用在学校里学的东西 好 今天的影片到此结束 我快没有声音了 我们下次再见咯 一样小赖 Peace out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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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